香港两星期内开始做全民自愿检测 食卫局局长陈兆耻接受专访的时候 没有说到挑选三间内地机构的准则和价钱 但就说是国家认可 也都符合香港法规 据我提到当日实施全日金堂食 见到基层市民没有地方吃饭 感觉很不舒服 亲知永报道 内地专家到港协助全民做检测 随时要处理几百万个样本的三间检测机构 华大基因、金域和海浦 政府没有说过有没有招标和挑选准则 主要都是内地提供和他们认可的一些机构 所以当然我们香港也都有 我们香港对于检测质素的要求和法规 这些其实都是符合的 没有公开到流程或者成本发不发 不是那么公开呢 我想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去公开的 而是现在其实都是很多细节都未敲定的 他说三间检测公司 最多可以每日做到四五十万检测量 目标是检测到四五百万人 至于为高风险群组做测试 政府采购三间去做 华大的华星诊断中心都有参与 其中一间中国检验有限公司 本身主要做汽车检测认证等服务 但当时照样被选中 他们自己本身那个公司 他可能是没有一个化验所 但他们拥有了一个化验所 其实就是在他的公司 他就变成有那个化验所 他们提供到的资料 其实卫生署和政府 其实都是有了解过的 上个月底 政府实施全日金堂石 一天之后宣布取消 基层的市民 其实他们如果是日间禁堂食 他们原来是没有一个地方去吃饭 这些情景当然是很不舒服的 也都是觉得我们是要立刻去应对 陈兆始又说 实施全日禁堂食的时候 以为很多人会在家工作 但原来他们还要上班 又说知道开放社区中心未必是最理想 政府之后又继续评估措施 有线电视记者陈志永报道